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朋友喜欢 有些也会觉得别扭 语速快 内容多 既是特色 同时也是弊端 其实三叔制作《行用不离》的初衷很简单 一是喜欢旅行 二是为小朋友做些有意思的视频 所以三叔希望在内容上尽可能丰富 解说与镜头尽可能贴切 实践证明小朋友们都是很喜欢的 而且不经意间还记住了很多自然景观和世界之醉 甚至还会把一些地方当作旅游出行的目的地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常会看到网友的留言 有人说地理老师会在美睫地理课上放一段 有人说某些电台会在广播节目中播放 还有人说在某些卫视的栏目也能看到《行用不离》 三叔是个较真儿的人 为了丰富三四分钟的视频内容 仅仅文字 图片 视频素材的搜集过程 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而且这样的视频做到日更已经是极限了 但自从今年过完年 三叔的胳膊便出了毛病 到五一的时候几乎都抬不起来了 甚至睡觉都会疼醒 去了几次医院 做了一系列检查 看着片子特认真的说 这里有骨刺 这里有眼症 这里有粘连 看来只能手术了 不至于吧 手术还是免了吧 尽管象征性的贴了膏药 吃了几种药 但都无济于事 疼痛丝毫没有减轻 到暑假的时候 每次抬起胳膊拿起鼠标 用不了一分钟就会针扎一样疼 最终三叔不得不真爱胳膊 远离电脑 形容不离也因此而暂停歇业了 后来三叔得到一位老专家的真言 你这毛病没什么特效要 注意休养 适当撑一撑胳膊 锻炼锻炼活动活动 有个两三年他自己就好了 其实刚做形容不离的时候也是挺轻松的 不过慢慢的感觉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 不仅每天熬夜 而且工作强度还很高 也幸亏是胳膊疼才有机会缓一缓休息一阵 如今形容不离已经停播了一百天 这段时间三叔几乎没有碰过电脑 只是偶尔用手机看一看留言 形容不离从素材收集到文字视频制作 在内容上难免会有疏漏和不完善的地方 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与包容 特别要感谢为形容不离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朋友们 还要特别感谢微博旅拍 芒果 凤凰 B站和美拍 三叔在这里也特意报个平安 一个好消息是目前三叔已基本恢复活力了 然而这次行容不离停更也算是彻底的停了 不过三叔会在工作强度大幅度降低的前提下 继续分享一些日常Vlog视频 三叔的三天Vlog 其实今天这最后一期行容不离 并没有实质的旅行内容 只是简单搭配了一些出去玩的镜头 就当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吧 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接下来三叔还要履行一年前的一个承诺 分享10天7600公里的中国最东北边境自驾游 万事开头难 如果你喜欢 感谢继续支持三叔的三天Vlog 这是一系列的视频日记 分为三部分 昨天那些事 今天吃点啥 明天去哪玩 记录生活中充满家常味道的点点滴滴 以厨房餐厅Vlog和旅行Vlog为主 比较随性随意随和随便 好了 那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吧 三叔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理解 包容与鼓励 谢谢各位继续捧场 谢谢大家